模拟那个扑克牌 把它总和计算 其实比较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 扑克牌里面 它不是数字的 其实只有那个什么 A嘛 A就是1嘛 然后J11 Q的话是12 K的话是13 所以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要我们设计一个程式 就是当我输入 那个扑克牌的那个 那个值的时候 它自动转换 包含就是我们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也许它这边要我们输入的是 这个范例里面 50K3A 所以5Enter 10Enter 然后K 50 再来就3 Enter A 那它把这些加融起来 其中的话当然这边数字部分应该没问题 可能有问题的话就是这个K K要把它变13 A的话变1 OK 那当然如果Q的话12 J的话11 E此类推 Enter的话 最多就输入5个东西 5个之后就不能输入 直接Enter 它就自动帮我加总 OK 只有32 所以最后它就是要我们把这些加总起来 就是这几个 这两个加18 然后再加13 再加1 加起来是32 OK 那这一题其实基本上也不算困难 所以考试的时候你就要思考 如果考试都尽量不用死倍的 尽量就用理解的 所以第一个我需要最后的结果这个Total 所以我就宣告一个产生一个预设值的变数叫Total Total等于0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跑5次 所以跑5次的话就01234到4停下来了 所以这边的话我给它Enrange 特别注意 如果有次数限制的话 可能你就要再加一个结束值 然后再让它输入 输入之后的话 分别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我们刚刚讲过 总共会有这几种 11、12、13跟A 剩下来的话就直接输入 把它输入那个词 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转换成那个数字 再来的话就是把它累加 把这个N的词累加 最后把Total给输出 这样的话就完成这一题 所以其实应该前面都写过 而且这种题目如果跟 我们后来交的题目比的话 应该也已经算 算简单了吧 结构 比较难的应该就是 主要是希望你能够 在一个回圈里面做多重的逻辑判断 所以特别是这个可能要熟悉的 就是4回圈到5 然后最后的话这边有多重回圈 多重逻辑判断 回圈里面加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最后把Total给输出 这一题的话我想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604的部分 604就是所谓的重数 那个重数 不是那个外面那个数 这个重数 那所谓的重数是统计学里面的 一个概念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里面的话就是 如果我输入一堆的数字里面 比如说他丢这么多数字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好像 181818 总共有三个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入这个之后的结果 比如说604 程式大概没有很多 不过你们可以想想看 先不要看答案 假设我今天呢 输入这些之后的话 这一些也是题目给我们的 按Enter之后给我两个答案 一个是哪一个数字最多 第二个是他出现几次 就这两个 那你要想想看要怎么做 Enter 18跟出现三次 那怎么做 尽量也不要一下就看答案 因为一下看答案 你就被答案给框住了 OK 尽量就是说你用自己的想法 去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 当然绝对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可以跑个回圈 一定要跑回圈 然后把这些东西读进去 读进去之后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数字出现 次数最多 然后出现的次数要加起来 所以这边可能需要两个变数吧 至少你要记录哪一个数字 记录他的次数 OK 那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 扑克牌总和这一题先试做看看 然后再来就是重数 那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 也许你们之后练习 尽量还是在Spider里面练习 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会比较吻合一点 也就是你可能还要跟那个Spider 多培养一下感情 让他熟悉他 不然的话以后考试的时候 真的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 太习惯Eclipse 结果到考试的时候给你Spider 结果你有的时候点下去 Eclipse都会很方便提示 像Print 我觉得蛮喜欢打一个P Print就出来 打一个B Brake就出来 但是在Spider里面好像没有这么方便 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要自己打了 刚刚Return有没有 Return也是这样 在Eclipse打一个R Return就出来了 那在那个Spider里面就没有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把那些 常用的那些字 你不要因为习惯Eclipse 自动化之后就 考试之后就出状况 所以这部分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那试一下就是那个扑克牌总和 也想一下 种树部分怎么写 另外怎么写 写出来之后还要想想看 怎么写最简单 程式最精简 而且逻辑最简单 试一下